有损因德的十件事,尽量不要去做,已经上讲,积善之家,必有于庆,积不善之家,必有于秧。为人处事,应该多多积德行善,不仅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子孙后代。同时,还要避免做一些有损因德的事情,比如下面分享的这十件事,要多加注意。 一,行多隐僻,就是所做的行为,不光明不正当。例如尖道银邪这类的事情,都是见不得光的,都是不敢对人说的事情。这些行为之中,最严重的就是淫秽行为,这是最伤因德的。 二,自咒咒他,就是自己诅咒自己,或者诅咒他人。有时候,心中充满怨恨,得不到发泄,就会诅咒自己,或者诅咒他人去死,民间经常说人的嘴有毒,这种行为很容易为自己招来灾祸。 三,轻慢先灵,就是轻视怠慢父母,祖先之灵。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,父母,祖先虽然已经不在人世, 但做人应该饮水思源,不忘根本,如果忘记仙人,轻慢亡灵,那就不足以称为人了。 四,美好惊夸,总是骄傲自大,喜欢自我夸耀。古人讲满招损,千寿意,月盈则亏,水满则意,凡是傲慢之人,一定会遭受损害,凡是自夸之人,必然会招来别人的怨恨。 五,长行妒忌,就是经常妒忌别人,无论男人女人都容易生妒忌之心,男人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,比自己富贵,就容易心生妒忌。 女人看到别人漂亮,看到别人有钱,或者为了争宠,也容易生妒忌心,这种心态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,只有损害。 六,骨肉奋争,父母子女,兄弟姐妹,互相斗气争吵。 俗话说,家和万事兴,一个家庭要想兴旺,只有大家上下其心,和和睦睦。 亲人之间,应该互相包容,互相忍让,不要因为一点小事,就翻脸无情,大动干戈。 气,贪婪无厌,人心不足,贪得无厌,这是为人处事的大忌。 俗话说,人心不足舌吞向,人的贪心只要打开,就永远都没有穷尽。 老子说,祸莫大于不知足,就莫大于欲得,人的烦恼和灾难,往往都是由贪欲引起的。 一个知足而乐的人,即使身处贫贱,也会很快乐,没有忧愁烦恼。 爸,压梁为贱。 用自己的势力逼迫良家子女,让他们去做卑贱的事情。 谁家没有子女,谁家没有姐妹,谁不是爹生娘养的,想想自己的亲人,又如何忍心逼迫他人去做哪些卑贱的事情呢? 九,掳掠致富。 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不义之财不可取。 孔子说过,不义而富且贵,与我如浮云,如果是用暴力抢夺别人的方式,即使获得富贵,也是不义的,怎么会心安理得呢? 十,义乐过节。 快乐是人人都追求的,是人人都喜欢的,但凡事都要有所节制,不可过度,否则就过犹不及了。 离记,上讲,傲不可掌,欲不可纵,智不可满,乐不可及,所谓纵与成灾,乐即生悲,享受快乐,无可厚非,但一定不要过度呀。 有损因得的十件事,尽量不要去做。 一,行多隐蔽。 二,自咒咒他。 三,清暗仙灵。 四,美好金花。 五,长行妒忌。 六,骨肉奋争。 七,贪婪无厌。 八,鸭羊为剑。 九,鲁掠致富。 十,义乐过节。